認識薩敏扎勒米是在他的優步車上 閒聊中記者了解到他居然是同行 在來美國前曾經是阿富汗的知名記者 扎勒米邀請記者前往他的家中 他拿出厚厚一答從事新聞工作的證書和獎狀 正是因為為北約和美軍的媒體工作 扎勒米收到了塔利班的威脅 出於安全考慮 在2018年他決定帶著妻女離開出 扎勒米是幸運的 因為他成功申請上了難民赴美所需的 特殊類的簽證 但他也是不幸的 因為抵達美國之後 他和七女的生氣完全沒了著落 入境美國時 扎勒米懷中僅揣有兩千美元 除了要面對生存的難題 他還要償還一架三口一萬多美元的 負美機票給我 什麼來錢快門檻低呢 扎勒米考慮駕照打算開網約車 I start for left driving But I start this with this car The $50 that I had I went to the 7-11 I put the gas I gave the red ball and a pack of cigarettes I started The $3 left $43 And $3 A homeless coming in front of me Hey can you help me I gave it to the $3 to him I started from zero I started the first day of my life 從肩扛攝像機到手握方向盤 扎勒米的職業道路突然急轉 為了養家糊口 他很快適應了一切 最初他每天開8小時車 換到優步平台之後 他每天又多開了4個教室 在槍支泛濫的美國 他還時常遭遇人生威脅 因為很多時候 我面對我的客戶 甚至一天 客戶把我的手握了 我不太擔心 我不太擔心 因為我生在那裡 但是我擔心 我擔心其他車 經過三年的打拼 扎勒米一家 總算在美國站穩了腳跟 還有了第二個孩子 扎勒米貸款換了新車 一輛高級的SUV 每單可以賺取以往兩倍的車備 而就在他準備大幹一場時 又遇上了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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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重負 沒有讓扎勒米忘記 遠在阿富汗的親人 他時刻關注著家鄉的局勢 8月 塔利班勢如破竹 進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美國加速撤軍進程 美國政府同意 協助曾經幫助美軍的阿富汗人 及其親人離開 扎勒米托人為部分的親人 取得了美國簽證 距離美軍撤離大線 只剩四天時 他的十幾名親人 仍然在喀布爾機場外 等待登上美國的軍機 就在那個當口 機場發生了自殺式爆炸襲擊 扎勒米越發擔心 家庭有63個小時 他們在船上 他們不能離開 食物、飲食 這是很困難的 他們沒有嘗試去到那裡 因為他們有很多證據 他們有證據 他們沒有必須去 美軍全部撤走 扎勒米的親人 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能離開阿富汗 一家人不知何時才能團聚 扎勒米七歲的女兒 喜歡繪畫 她用畫筆記錄下 對故鄉模糊的記憶 對故鄉模糊 有很多露營 有很多露營 還有很多露營 對 這是個例子 一家在這裡 另一家在那裡 有很多露營 很棒 這些畫面對扎勒米來說 太過熟悉 離開家鄉是無奈之取 在美國的生活 並沒有想像中的美好 她盼望著 能夠早日重回故土 如果有人想要照顧阿富汗 我們需要平衡 我希望一天 能夠見到我們的國家 沒有任何壓力 沒有任何恐慌 沒有任何恐慌 我愛去回家 我愛吃我的美味的食物 我愛去看我的老朋友 《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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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